丙印一样!梁永琪大晒全家福!除了帅气老公和可爱女儿,弟弟模样更抢劲。 原来梁永琪是龙凤胎,古漏寡闻的小编今天才知道。 刚过完42岁的生日,一家人为他庆祝可谓是十分幸福,不止他帅气的老公十分引人关注,他的孪生弟弟梁永俊也罕见露面,同样是帅气的型男,这一家人的颜值还真高,女儿更是继承了他的美貌。 众所周知梁永琪是龙凤胎,他只比弟弟造出生几分钟而已,因此两人长得可谓是特别像,弟弟五光标致,而且身高也超过180厘米,可谓是标准的帅哥。 不过与姐姐不同的是,她没有进入娱乐圈,由于她擅长数学理工,毕业后就回港,从事相关工作。 两人因为是孪生兄妹,因此感情更是比一般的兄妹还要好。 梁永琪此前更是表示,小时候每年的这一天都是和弟弟一起庆祝,长大后虽然各自身边换了别的男生和女生,希望笑容能永远像照片里的自己一样的纯真。 快乐和灿烂。 梁永琪现在十分幸福,既有帅气的弟弟,又有贴心的老公,但她的感情之路却非常坎坷,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双齐夺面。 她因种下叶狂响曲与郑一建议稳定情,但当时郑一建议有女友邵美琪,因此她背上插足两人感情的黑锅。 梁永琪当时为了郑一建议,真的付出了很多,两人一起相恋六年,两人曾多次传出秘密结婚,但事实却是郑一建迟迟不肯结婚,更是表示恐婚。 在2006年时,实在等不下去的梁永琪,曾策划一场逼婚大戏,结果却是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。 梁永琪可谓是将自己最好的六年,都给了郑一建,却没能等来一张结婚证,结果多次向她表示恐婚的郑一建,转脸就娶了蒙家慧,可谓是让她伤透了心。 而她则在2011年,嫁给西班牙人Sargin,婚后更是生了一个女儿,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而梁永琪刚刚做完生日不久,她就给自己放假了,近日更是被媒体开导,她与外籍老公带着女儿吃饭,游玩,场面非常温馨,老公更是当众亲吻梁永琪两次,感情依旧很甜蜜。 而游玩期间最开心的当然就是三岁的女儿Sophia,在街上时就一直跑跑跳跳的,到公园后Sophia玩得就更嗨了,爸爸则一直跟在身后,偶尔爸爸更是抱着她,让她尽情玩耍,可见是一个细心的好爸爸。 而她这个帅气的老公,不止对女儿非常好,对她更是美的说,在游玩过程中,更是当众秀起了恩爱,两人先是一起牵手漫步沙滩,老公更是当众亲吻妻子梁永琪,梁永琪故意把头靠近老公,示意老公再亲一次,看着她这表情就知道有多甜蜜了。 从甜蜜的瞬间也可以看出来,梁永琪真的没嫁错人,两人从相恋到现在,这份甜蜜从来就没变过。 梁永琪最早在西班牙的旅行中与老公Sarjun相识,刚开始梁永琪对这段感情是很抵触的,因为她觉得,一地恋事不会有好结果。 Sarjun家境不错,她家族是做环保生意,父母都退休了,家里的生意一直由哥哥与妹妹打理,她则在一家食品公司做高管。 她在与梁永琪相恋后,为了方便梁永琪的演艺事业,不用西班牙,香港两边飞,她更是向公司申请调到了香港工作。 可见Sarjun对梁永琪有多用心,两人都拍脱了一段时间,Sarjun才知道梁永琪是演员,而她为了不给梁永琪添麻烦,更是主动将自己的社交网络给删光了,可谓是非常贴心的男友。 拍脱时更是先后三次求婚,才最终抱得美人归。 两人最终在2011年结婚,直到四年后两人才迎来女儿的出生,而混血女儿则继承了梁永琪的颜值,可谓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公主。 而梁永琪更是十分烦满女儿,在今年2月女儿生日时,她更是亲手做蛋糕送给女儿。 梁永琪在娱乐圈可谓是很特别的女星,既不炒作又非常低调,虽然近年来星途发展一般,但家庭却十分幸福,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,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,最后也衷心祝福她可以一直幸福下去。 梁永琪在娱乐圈可谓